新鮮滾热的行政长官2017年施政报告 我们今天的职责就是讲一下其他传媒不多讲的部分 因为大部分的媒体已经在上两个礼拜讲这份施政报告里面的民生部分 基本上都是房屋、运输、市产价都讲了很多 那些我们就不多讲了 我们做的职责就是特意像我这件衣服那样 隔回整份施政报告里面那些插出来 那些插很重要的 因为他在演说里面没有讲到那些 其实就要插出来 我想最主要是看施政报告的政治部分 其实整份施政报告今年的布局 如果你看看目录 它是放了良好管治在前面 良好管治理念当然要讲几句 然后就讲了行政机关 然后司法机构 然后一直下去 这个布局比起过去很多届的行政长官 从董先生到曾先生到梁先生 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不知道是否林太本身 自己也是有一个心理上的介意在里面 她是什么呢 她是放在增加公务员人手 她是放在很前很前很前的部分 明白 她可能知道前线同事的辛苦 所以希望活得多些资源 而且之前一直都有些公务员 说很多公务员不太喜欢林太 所以她现在就说你不要说辛苦了 我现在增加公务员人手 增加人手 是放在很前的 如果你就算看曾荫权 她也是公务员出身 以至梁振英 其实公务员的部分 通常是去到目录的 差不多这里 就是青年那部分 放在很厚 今次是放在很前 所以其实这个都可以说 是极为尊重公务员 也可以这么说 其实跟林太当选之后 很早就跟公务员的公会见面 都是一脈相成 这个设计我觉得 相当具政治手握 是一个政治化的部署 不是单纯 写一份演讲稿 或者写一份司令报告 人体最清楚就是 大佬 施政的部分 都是要公务员帮忙 一起去搞 如果下面那群人帮他搞 上面有多好的理念都没用 何止 何止指意公务员去搞 他直接觉得 其他人未必要搞这么多 这个就去到你的范畴 就是说地方行政方面 第二十七至二十八段 就是说到地方行政 就是说区议会 那些 现在大家记得 CY的年代 很多资源放进去 又给予一亿各区去做一些 每一区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今次看到的时候 我看到 没有了一亿元的计划 当然了 另外加强的那些什么呢 就是加强清洁密度 就是说 洗密一点 数一下街 清洁一下 加强执法力度 他检举一些 他检举那些为例 大力地拾垃圾 非法气质垃圾 那些单车 加强夸部门的协作 非法气质 废物单车 唯泊 店铺阻街 还有现在林太说 找机械人收垃圾 他说 研究引入 自动化的清洁机械 或者技术 在一些大型的活动之后 就举行应用 试一下用机械人收垃圾 即是如何 现在都家居有很多 圆形盘的那些 圆形盘的机械人吸塵 那些 碰到 碰到 碰到就会自己走开 那我们会不会看到 巨型的吸垃圾机 很害怕 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留意 那些圆形盘巨型 就是收垃圾 差远一点 有一个是美国队长的盾 是 Muffel 美国队长 是不是Muffel自己出的 是正版的 真的正版的 但我觉得对美国队长很不尊重 撿垃圾 但是现在不要紧了 现在都是这样 还有善用各区限制的土地 就给不同的慈善团体用 你觉得不好吗 小一点 以往人对区议会的观念 就是类似这样 就是执街 整好卫生 但CY上任之后 就是之前那届上任的时候 就提升希望 区议会可以去想想想 给一笔大钱 今年 林太医分施政报告 就好像降到原本 我们一般人想区议会的层面 都是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他这样写 可能都是一个政治部署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我们有两场相当敏感的区议会 部选 而这两场的区议会 部选 都是因为林太而起 因为他拔了两个区议员 去做政治助理和副局长 副局长 所以在中西区 就是东华选区和山顶选区 就会有两场激战 出缺了两个位置 既然是这样 那你敢说这么多地方行政先 做好清潔事 所以我怀疑都是和政治有关 明年吧 明年可能不要搞那么多动作 可能会多些地方行政 即是那些候选人 可能就是讲一下 如何加强清洁压杀 就可能拿到市民的分数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我自己觉得 其实今年还有值得讲一下 提升跨部门协作 之前放晟封就说 改造中央政策做 中央政策做就放些年轻人进去 这个其实我们也估计到 都是和政党平衡有关 譬如说他可能落选了区议员 中间有四年流流长 不知道怎么来 但又不想流失了那个人才 但可能他是人才 所以可能这些 就会有这个机会 或者是未够班做政治助理 但是又想栽培他的 政治新人班 就去做这一件事 但我觉得要留意 就是效率促进组 这个真的要大家读多些 因为有很多那些 就读不到 效率出尽组 智尼真 智尼真就读不到 智尼真就读不到 效率出尽组 就会归入 就是创新及科技局 如果大家知道 英文叫做Efficiency Unit 我们在本地的政治界 一般叫EU 因为我们本地政治界很少说欧盟 所以我们说EU 基本上都是Efficiency Unit 就是效率出尽组 效率出尽组 现在就会进去创新科技局 原先这个组就是 隸属政务司司长办公室 亲兵 高层次 现在CES叫我来搞你们 要有效率 原本是 其实他们很友善的 不是那些粗兵 一百二三不是有他们 不能搞 一百二三不是有他们 不能搞 现在的重点就是 现在下了创新和科技局 会不会真的由一个 政务司司长办公室的层次 降了呢 变成政策局 表面上你可以这样说 但你去看这一段 将效率出尽组 归入创新及科技局的第十七段 就要继续第三十三段 是吗 第三十三段 就叫做创新及科技督道委员会 是 我将会亲自主持在政府内部成立一个 创新及科技局 你再说一次 我将亲自主持在政府内部成立一个 你再说一次 我将亲自主持在政府内部成立一个 所以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 现在会正式被行政长官读和到 所以 林太之前是政务司司长 政务司司长办公室旗下 就有效率出尽组 现在效率出尽组在下面 就归入了创新科技局 上面 林太自己亲自督道 这个创新科技委和委员会 创新局局长两面受押 你有没有见过两面受押 是什么 我有见过 不知道他有没有见过 你有没有见过 我也想看看 其实 Steve Jobs都是用这些方式去管的 是吗 他都是用亲兵去管的 是 他自己督道的 所以我觉得 杨卫雄局长既然见过Steve Jobs 他应该很明白 没理解现在他的刺激 很明白他的刺激 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都不差 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搞鬼 比如说 《党案法》他都有提法 还有我觉得最巧妙的地方 就是 林太有提到23条立法 但最搞鬼的地方 是他在第几段讲 他很后下的 不是 第23条立法 在23段 他真的在第23段讲 对啊 23条立法就在23条里讲 对啊 真的很搞鬼 而且他也是说 会营造一个气氛 他也没有说要立刻去做 他没有说不做 但他说要营造气氛 我营造了气氛才做 就是把波扔回社会里 而重啟政改 在之后第24段也有说 他其实有一些传断 全本施政报告最谦卑的一段 为什么 因为他是承认失败的 之前他说他 上届政府由我领导的政改三分组 用了20个月的时间 违陷地 未能落实 一人一票奉取行政长官 接着就说 部分人士的违法占终 激发社会茅团 所以他就说 谋言重啟政改 就是未必那么理想的 因为绝不能罔顾现实 他说将在任内尽最大努力 就是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八三一框架下 营造有利推动政改的社会气氛 最重要是他提到八三一框架下 因为民主派可能有些想法 就是会不会重啟的时候没有八三一框架 所以基本上他也是把波扔回社会 八三一框架 你们先拜托吧 特别是民主派 才有社会气氛 所以这次 如果说政治的部分 我们都简单说了关键位置在哪 都跟大家再重复一次 第一公务员放在很高的位置 没错 这个很重要 第二地方行政放在很执行的层次 总之就先执干净的 清洁 我觉得都比较 比较现实 市民可能对于区议员的期望 都是搞那么多 即是区佬先搞地区 我的公共空间更漂亮 放更多公共空间出来 这是很现实的 第三个值得说的 刚才我们也说过 就是创新和科技方面 林太太先派亲兵 再自己亲自督司 另外23条重啟政改 我觉得他就会回应了 而且他放在比较前的部分 我估计下年施政报告 不说的机会率是很大的 所谓营造社会气氛 这句官话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起码两年半之后才会好 气氛的东西 慢慢培养 气氛的东西 任期下半年才搞 像是这样的部署 政治部分 我想我们就最早说了 其他的关于民生部分 经济部分 其实很多人都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两星期已经开始说了